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栽培茶树也是同样的道理 需要所谓的天时、地利与人和关键三要素 才能栽培出能产出优质茶叶的茶树哦 在茶树的生长过程中 会受到气候、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所影响 而如何透过人为栽培技术来调整并控制茶树的生长环境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就请你点按画面按钮观看栽培茶树的关键三要素 气象环境 茶树对水分、温度及光照等气候因子均有一定的要求 茶树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其适宜的纬度约在南纬45度至北纬38度 最适室温度在18至25度C之间 年降雨量约需1800至3000毫米 相对湿度则为75至80% 土壤环境 茶圆土壤已选择透气及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或砂质粘土 有机物质含量丰富 且氮、磷、钾、钙、铭等茶树所需的养分 也在适宜的范围内 其中又以氮元素最为重要 而土壤酸解质则以PH4.5至5.5之间最适合茶树生长 人为栽培技术 由于茶树的经济栽培时期 一般都长达数十年 因此茶园的规划、管理及栽培技术 如开垦、种植、灌溉、肥培管理、减脂、硬虫害防治等都相当重要 所以在栽种茶树时都应该要思考该如何营造最佳的茶树栽培环境 原来栽培茶树必须注意这么多事情啊 没错 气象、土壤及人为栽培技术三者会交互影响 是能否成功栽培出品质优良茶树的关键要素